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脑出血 脑梗塞的风险会加大 劳安建议勤凉血压并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多吃山楂 黑木耳 金桔 大蒜 洋葱能输通软化血管的食物 第二 心脏最怕温差大 室内外的温差大很容易引发冠状动脉的痙攣 出现急性的心肌缺血 诱发心脚痛 甚至心梗 老安建议 外出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您的头部和手脚 尽量要佩戴手套 帽子和围巾 睡前还可以用热水泡泡脚 第三 病菌容易侵入您的鼻子 鼻黏膜的黏液分泌在冬季会减少 鼻子的屏风作用也会减弱 有病菌的空气直接进入肺内 那么呼吸道感染的几率会增加 老安建议 睡前用温的淡眼水清洗下您的鼻腔 或将热水倒入杯中 缓缓地深深的吸入水蒸气 每次大概十分钟 早晚各一次 能够滋润和清洁鼻黏膜 第四 雾气最伤肺 冬季的清晨雾气浓厚 寒冷干燥的空气经过肺才能进入人体 此时如果不加以防护的话 很容易诱发咳嗽等等这些呼吸道疾病 很可能落下病根 导致来年的复发 老安建议您 冬季的晨练不要太早 最好等到九点钟以后 雾气散去再锻炼 雾霾天外出要戴上口罩 积极的补充水分也有助于养肺 第五 脾胃代谢会变慢 冬季是脾胃病的高发期 天气寒冷 脾胃本身就有一些倦怠 如果使用过冷 过生 过硬的食物 会给胃带来额外的负担 老安建议您 多吃一些牛肉 羊肉等等 这些温性的食物 有助于增强预寒力 怕冷的人可以适当地放一些葱 姜 还有蒜 容易上火的人最好再配上白萝卜 第六 前列腺也会得感冒 受凉是诱发前列腺炎最常见的原因 在低温下呢 胶感神经的兴奋性会显著的增强 使前列腺腺体出现收缩 容易造成慢性的冲血 导致尿道内压力的增加 老安建议您 冬至以后呢 男性朋友们也要注意啊 前列腺的保暖 第七 耳朵预寒力最差 耳朵 鼻子 手 脚都处于神经的墨烧 血流量少 到了寒冬格外的怕冷 如果耳朵暴露在外面 甚至呢 会有啊 冻得头疼的感觉 老安建议您呢 外出啊 最好呢 戴上耳罩 进入室内的时候呢 可以用手呢 搓一下您的耳朵 让它呢 快速的回暖 耳朵啊 冻伤之后呢 不宜用热水服帖 以免呢 加重您的不适